而国民党在总统这一局落败了 侯友宜跟赵沙康 还有党主席朱立伦 以及进一办执行长金普聪 一块上台来向支持者道歉 侯友宜更是带领团队 三度鞠躬道歉 那么现在就有蓝营人士分析了 选战的后期 侯友宜阵营极力操作弃保 但是蓝白支持者 他们同质性本来就不太高 让选票难以流动 种种因素加起来 就成为侯友宜这一次 输掉的最主要原因 带领竞选团队 侯友宜向支持者致歉 我个人是完全努力不过 非常遗憾的 未能完成政大问题 我让大家失望了 对我满满支持的 关心的所有的支持者 再度的深深的一极空 感谢大家 道歉在道歉票 虽然还没开到最后一张 但国民党侯康佩 直接出面承认败选 当主席朱立伦 鲜少公开露面的 竞选办公室执行长 金普聪站一旁 展现团结到最后一刻 谢谢少康 谢谢主席 马英九总统 连赞副总统 我最感恩最感谢的 是站在我左手边 我的金普聪执行长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金执行长 二话不说 兄弟挺你 他跟我毫无奄言 他只为了守住中华民国 台北市长蒋万安 也在艰难的时刻露面 侯奖两人两度拥抱 侯友宜下台前 也一一向大家致意 来现场相挺的民众很难过 就算活动结束 也不肯散去 我用更认真 共努力 来奉献我们的国家 要恭喜赖清德 小美琴两位大臣 也许许他们不要辜负 台湾人民 对执政者的期待 不过这回国民党 以第二名之姿落败 被认为有三个重大致命伤 包含选战初期的 换猴舍浪 虽然中间一度民调回升 但蓝白河破局大伤 最后一阶段 极力操作弃保 甚至说出 头白等于白头 选票难以流动 党经过一次选举的失败 党内会做最完整的检讨 侯有余在三角都的基站落败 要把悲愤力量转换为 监督民进党的力量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